好 我們來看到的是 俄烏大戰已經進入到第56天了 那麼大城馬利波呢 即便被打的是馬木雙鷹 但是呢 他們還是堅守拒絕投降 好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呢 在俄軍進攻了 烏克蘭東南部的黑海港式 馬利波其實已經來到 一個半月的時間 在當地的亞素耕鐵廠 好 現在在這邊 還有2500名的烏軍 包含了亞素軍團 也困手其中成為焦點 那我們可以看到 烏克蘭安全局表示呢 是攔截了俄軍的通話令 拆廠投重型炸彈 現在呢 傳出說 除了烏軍之外 還有簽名的平民 那麼美國的國防部官員表示 會來預估說 俄國的部分還會持續 來增派戰術小組 增加1.1萬名的士兵 但是歐洲官員就表示呢 在馬利波部分 可能幾天之內就會淪陷 就會落入俄軍的手中 現在呢 俄國是使用了級數彈 來炸烏克蘭嗎 紐約時報報道說證據顯示 恐怕這是呢 烏克蘭為了要奪回 師徒所發放的 那在這個部分也傳出 俄軍是使用高精度的空射飛彈 擊中頓巴斯的烏軍陣地 存放原點U飛彈的一個倉庫 現在他們表示空襲的行動 已經是命中了1260處的軍事目標 並且現在在這個戰事部分 還在持續 好那在烏克蘭的部分呢 打了這麼多天 現在拜登表示新一波的軍事援助 不會少於8億美元 在歐美的部分都會持續 再來增加軍援 那現在可以看到即便是 在最後這個堡壘的部分 在馬利波還是有軍民在這邊 還是持續的鎮守在這 放棄猛攻烏南馬利波 朝著當地做大型煉鋼場 投擲重型炸彈 但就在煉鋼場地下室 躲著上千位平民 幾乎是老弱婦孺 已過了通牒期限 馬利波仍聚投降 存亡舉世關注 但同時存放大量外國武器的 西部城市利維夫也被攻擊 而軍多美飛彈轟炸下 歐美國家六天來送 往烏克蘭的軍援完全被摧毀 連CNN主播都質疑 美國的幫助付諸流水 傳出歐美國家擔心武器快要被炸乾 將開始減少對烏軍援助 對烏克蘭後續作戰將是一大不利打擊 記者綜合報導 好 看到這個是亞素鋼鐵廠 位在馬利波遭到俄軍投折炸彈 那麼俄羅斯發出最後通牒 要求俄軍在莫斯科的時間20號下午2點鐘之前投降 就保證所有人都能夠毫髮無傷地離開 正正濃烟從亞素鋼鐵廠竄出 儘管馬利波被俄軍打得千瘡百孔 但烏軍人死守這個位於東南海港地理位置至關重要的城市 被指控不顧平民在內投擲重型炸彈的俄軍 路透也引述一名歐洲官員的說法表示 四面楚歌的馬利波將在幾天內就全面淪陷 歐烏凱打進入第56天一直力挺烏克蘭的美國 對於是否詮釋援助烏克蘭 拜登則是大方回應 而據路透社分析 美國正在推動新一輪原物計劃 這次的援助規模將和上週宣布的8億美元不上上下 不過被問到是否親訪基輔時 拜登僅已不知道三字回應 白宮方面則表示 出於安全考量 拜登和副總統賀錦麗不太可能出訪基輔 另外為了反制其他國家的制裁 俄羅斯外交部也表示 他們已經將21名比利時與15名荷蘭外交官 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要求這36個人在兩週內離開俄羅斯 記者先還有一報導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但是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就可以買到